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指数函数的微分 那我们的话呢就从一个设一个函数叫做a的x四方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指数函数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它的微分是什么形式 那么首先的话呢要知道它的微分 当然要把它的微分的基本定义列出来 来我们来看看微分的基本定义 微分的基本定义的话呢是这样的 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准备要把a的x四方把它带进去 a的x四方于是的话呢我们就等于来我们看下一步 这个的话呢是a的x加Δx带到f of x里面去 那这个的话呢带回原来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它下一步 这边的话呢是两个是一样的 这是这个根据指数率 它是可以拉开来变成相乘的 我们就把a的x四方移到前面去提出来 于是我们得到了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a的x四方提到前面去 剩下来的就是这一部分了 那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的是这个极限 datax趋近于0跟a的x四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于是我们可以把a的x四方移到前面去 来我们来移到前面去 好我们看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我们的话呢就稍微停一下 我们看看 原来的话呢是a的x四方 微分后会变成了a的x四方 乘上一个这样的一样的东西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个指数函数 它的微分会变成它自己本身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我们希望这个是1最好了 因为如果是1的话呢 就是自己的微分等于自己本身 来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部分 这一部分是这样的看的 当datax趋近于0的时候 我们希望上面跟下面要一样 那我们的话就这么写的 a的datax四方减1 会我们希望它是变成了datax 那我们来看一看 a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的话呢做了一个一项 等于1加上datax 我们把1移过去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a到底是什么样子 a的话呢就会可以等于 1加上datax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次方 我们就变成了次方分之1 那别忘记了 datax是趋近于0的哦 datax趋近于0 这样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做一点小小的改造 我们的话呢 另 n的话呢是datax分之1 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就知道了 datax的话呢是趋近于0 那么n就会趋近于无限大 我们看一看这是什么 a的话呢就是可以把它写成 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 这是1加上n分之1的n次方 这个让我们来想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欧拉数的定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a的话呢 这个底啊是等于1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微分等于自己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如果说的话呢 指数函数是欧拉数 它的微分可以等于自己本身 那么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